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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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而又快乐的家庭 平时我的爸爸负责我的学习 闲暇时光就喜欢躺在床上刷刷手机 而我的妈妈则负责我的才艺 有时候温柔可亲 可有时候吼起我来声音掀翻屋顶 有吗 没有的 没有的 吼起我来时也温柔可亲 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我家旁边 每天为一大家子准备中餐和晚餐 生活忙忙碌碌的 直到2018年4月30日那天 我才发现我错了 也许我的家人很普通 但是他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频繁 你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我是徐灿琪 让我来给你讲述我的故事 有请少年朗读者 来自浙江省江山市的徐灿琪 欢迎她 你好 来 孙春姐姐好 大家好 我叫徐灿琪 我今年11岁了 我们发现了 今天灿琪是带着故事来的 对 这是一个怎么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呀 在接下来我朗诵的片段中 会有详细的技术 你朗诵的作文名字叫做 《生死八十六秒》 来我们把舞台留给参琪了 八十六秒 相对于人的一身来说 似乎不值一提 因为她转瞭 因为她转瞬即逝 短道让人懒得去思考 她的意义 但是 对于接下来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来说 却是一场 惊心动魄的 《生死营救》 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我的爷爷 奶奶 还有我的爸爸 2018年4月30日 下午3点31分12秒 江山市青湖街道 一位十岁小男孩 突然掉进了路边的排水渠中 此时大雨滂沱 水流湍急 小男孩瞬间被吞噬 吸入由水泥板覆盖的暗渠中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正在开车掉头的爸爸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他大声呼救 快 快去拉一下 等一下人就没了 我的奶奶第一时间冲了出去 因为脑溢血 而腿小不便的爷爷 紧随其后 一边追赶 一边大声呼救 31分28秒 奶奶在下游水渠中 发现了男孩 可几次想拉起他 都没有成功 小男孩又被吸入一段 有水泥板覆盖的暗渠中 此时 爸爸也停好车 加入搜救队伍中 正在附近躲雨的一位叔叔 听到呼救声 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奔向下游 32分38秒 终于四人河里 在一段没有水泥板的路段 一把将小男孩拉出 小男孩安全了 这件事 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但是这86秒 深深刻在我的心中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那平凡的不能再平凡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家人 竟在短短的86秒内 完成了停车 奔出 呼救 营救的一系列动作 时间 短的甚至来不及思考 身体 就做出了本能的反应 我为我的家人感到骄傲 今天 我把这个故事 讲述出来 并不是为了夸耀我的家人 有多么伟大 我想说的是 当我们遇到 有需要帮助的人时 一秒钟的犹豫 就有可能错失了营救的机会 但是普通人的一个小小善念 有可能挽救的是一个人设生命 甚至挽救的是整个家庭 我要把这份善念传递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灿奇给我们带来的 这么一段惊心动魄 又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的 这样一段故事 其实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是 当天那个小男孩没事吧 没事 只是身体有些擦伤 主要还是受到了惊吓 多亏了当时你的家人在现场 今天爷爷奶奶还有爸爸 到我们的录制现场了吗 没有 他们只是觉得 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太愿意面对媒体 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很低调 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种善举 值得被所有人看见和铭记 我们的编导提前要到了三位的照片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三位当事人 这位是我的爷爷 中间站的这位是我的奶奶 还有这位是我的爸爸 我想现场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三位 判期的这个故事 其实非常的感人 这么艰辛东坡 我从你第一句开始讲述 我的心就被揪起来了 我没有想到 这是一个离你最近最近的真实的故事 前半部分是用非常急速 紧张的语气给我们讲述了 这样一个新闻事件 后半部分带给我们很多思考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的家人那样 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去挽救别人 帮助别人 那我们的社会会非常的美好 他们给我们树立了一面英雄的旗帜 我从内心非常的佩服他们 谢谢你孩子 谢谢老师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探奇在那个短片里面说过 说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平凡又普通的爷爷奶奶爸爸 在你心中这个形象发生了改变 那在发生这件事之前 他们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在发生这件事之前 我觉得我的爷爷奶奶 是非常勤劳简朴的 因为我的爷爷是跟着我姑姑 开服装店卖衬衫的 虽然说开的是服装店 但是我的爷爷一整个夏天 都穿着一件戴着破洞的背心 然后我的奶奶也是非常勤劳 她每天给我们做饭很辛苦 然后她从来不舍得下馆子 就算我们走星期回来 已经非常晚了 她也从来不舍得 让我们一家人去外面吃饭 一定要回家自己做饭吃 那发生这件事之后呢 他们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什么变化 爷爷还是没有丢到她的破背心 奶奶还是不舍得下馆子 那就是其实对于你们来说 都没有什么改变 对 其实变的是我的心态 我们都看到视频中 我的爷爷这么大年纪 还患过病 还在后面盘上跟着 我的奶奶这么大年纪 还在拼命地追赶那个小男孩 想拉起他 我特别感动 觉得他们特别伟大 后来这个小男孩 他们一家人有没有去你们家 表示感谢啊 有 但是被我爷爷奶奶谢绝了 因为他们只是觉得 自己做了该做的事情 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感谢 其实我们所谓说的伟大 都是由这样一个小小的 平凡的小人物所铸造起来的 但是对于我们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你刚才在演讲的时候 我记得你说 在看见那个场景的时候 第一个发现和营救的是爸爸 对吧 那想问一下 在你心中 其实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吧 本来就比较高大 然后现在变得更高大了 同时也理解 爸爸为什么之前 对我要求这么严格 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就很严格 所以才对我要求严格 他希望我对社会多奉献少添乱 你说爸爸对你非常的严格 你可以跟大家讲讲 看爸爸都怎么样对你严格了 就是记得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学校中午 发放了免费的绿豆汤 然后我打了一杯 没喝完 我就把剩余的半杯绿豆汤 倒在了水槽里 那些绿豆飘在水槽上 有点恶心 老是投诉给了爸爸 爸爸回家后狠狠打了我一顿 说我不该破坏 公共区域的卫生 没有素质 我看了那女孩爸爸也舍得打 对啊 不来还让我罚站在门外面壁四过 两个小时没有吃饭 你觉得爸爸对于这种的事情 然后给你的惩罚 你能理解他的心吗 我能理解 因为我们的家训 也就是爸爸经常告诉我的话就是 不以恶小而为之 不以善小而不为 意思就是说 不要因为好事小而不愿意去做 更不能因为坏事小而有意去做 说得太好了 其实爸爸爷爷奶奶 他们是真的言传身教 我相信他们的这一个善举 比他们说多少教育你的话 要你善良向上 都要管得多 因为这种东西是硬刻在心里的 对 参琪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一直都说到自己的爷爷奶奶 不管是什么出去吃饭也好 还是什么背心也好 稍微都吐槽了他们一下 但是说到爸爸这儿 你好像都没有怎么 对他有些意见 或者你有什么 要吐槽一下自己的爸爸吗 有 我爸爸的乐感特别好 但我的乐感特别好 我们俩在这方面上 好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音乐上 音乐上没什么共同语言是吧 是 那你平常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我喜欢吹奏类的乐器 比如说陶笛 买回家第一天 我就能自己摸索的吹奏曲子了 还有葫芦斯 我学了三个月就考到了十级 然后现在一直在学笛子 基本上是一节课学一首曲子 真的就是很有天分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都说了 你喜欢的那些乐器都是吹奏的 对吧 我想说那你该不是吹牛吧 你今天要不要在现场 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的 没问题 来 我们把舞台再次交给灿琪 来听听她的表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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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厉害 怎么样 宇全哥哥 人家不是吹牛 真的太厉害了 我就看你刚才表演完 那个才艺以后 我真的就是后悔 我小时候真的没有 多去学一点这些 刚才我一直在想 我们的同事朗朗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 不光是看孩子们的聪明漂亮 有才艺会朗读朗诵 其实也很多方面 涉及到了家庭教育问题 每一个孩子在舞台上 所有的展示 都是每个家庭的一面镜子 真的老天给你太多了 万千宠爱于一身 你爸爸对你的严厉的教育 那也是一种财富啊 你的家庭是一个 出满了正能量的家庭 所以你才有了今天 这么优秀的你 张老师 没办法 必须送给你五朵小红花 谢谢老师 谢谢张老师 其实我个人觉得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更在我心里面 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就是一个家风儿子 你的爷爷奶奶 父亲 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 我们不是说吗 那个家庭里面这样说的 以道德传家 十代以上兴旺发达 以耕读传家辞职 以诗书传家又辞职 最后一句 以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所以说呢 我感觉到你们家兴旺发达 他的这个时间非常久远 我跟你偶尊什么话 我觉得今天听灿旗讲完了以后 我觉得从你的身上 我就看到了三个字 就是真善美 我也给你一朵小红花 五朵 谢谢老师 珊娜老师 最后看您了 能不能拿个大满罐 就看你的了 就看我的 那我肯定得做好评委 先把红花给了再说 谢谢老师 你看其实生活在这样一个 善良的家庭里面 你也会成长一位善良有爱 有责任心的 很棒的优秀的青年 所以加油吧 未来一片光明 谢谢 谢谢老师 恭喜 许散旗今天在我们 四位评委手中 拿到了二十多小红花 我相信这二十多小红花 不仅是给我们散旗的肯定 也是送给她身后的 平凡又伟大的家人 再次为你的家人点赞 谢谢你来到同声朗朗的舞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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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第二位少年朗读者 先来看她的介绍短片 有请来自广西柳州的刘雨贝上场 欢迎她 你好 雨贝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的刘雨贝 我今年七岁 我今年七岁 刚才在你的短片当中 我听你说自己的妈妈每天都在变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我会在下面朗诵的文章中说到的 给我们卖了个关子 好 我们把舞台留给雨贝 来听听她的老师 我有两个妈妈 噓 告诉你个秘密 我有两个妈妈 早上起床的时候 那是一个坏妈妈 我穿衣服 爱磨蹭 妈妈总是催催我 快起床 快起床 放学写作业的时候 又是这个坏妈妈 别玩了 快点写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 还是这个坏妈妈 快点吃 别冷事儿 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要睡觉的时候 我就有了一个好妈妈 妈妈会给我唱那首好听的歌 嗨 我是小小流三姐 歌声彩果 小白铃 到了周末呀 我还有这个好妈妈 妈妈陪我和弟弟一起愉快的玩耍 其实我好多好多时候 都有这个好妈妈 参加演出的时候 好妈妈会为我精心准备 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生病的时候 妈妈会不睡觉 陪在身边照顾我 唉 这两个妈妈 你可千万别让我选择 喜欢哪个 谢谢大家 你刚才讲的有声有色 特别的生动 我们都被吸引了 从你的身上 能看到你在语言方面的能力 作为广西的小朋友 把普通话说这么好 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么张老师呢 还想提一些小小的建议 在完成作品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甩枪甩掉 如果用真诚的内心的感受去表达 就会觉得更自然一些 谢谢老师 大家都想在中国历史上 凡是那些贤母 都跟你妈妈一样 扮演了两个角色 你比如说孟母 是吧 孟母则林 她就是一个既关心孩子 又什么呢 又严厉的对待孩子 第二个 岳母 第三个 苏同波 她的母亲 程氏 程夫人 程夫人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啊 那是什么的 该疼爱的疼爱 该管教的管教啊 这几个人 绝对是跟你妈妈都是同一类的 所以说我恭喜你 你遇到了一个好妈妈 谢谢老师 因为刚才从你的这个朗诵当中 我有感受得到 你是我的两个不同的妈妈 但是我想问一下雨贝 你有没有想过 什么时候你是一个好孩子呢 又有什么时候你会不会不那么可爱呢 听妈妈话的时候 是好孩子 不听妈妈话的时候 是坏孩子 那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当你在不听妈妈话的时候 然后妈妈也是那个坏妈妈的时候 她会不会揍你 妈妈从来不会待我 妈妈很爱我 你觉得妈妈是爱你的对吗 哪怕是妈妈变成一个容易生气的坏妈妈的时候 也依然是爱雨贝的 你看 这就是小朋友期末当中 对妈妈那份爱的认同 对我就想 我就说未来我儿子要长大了 也写一篇文章 说有俩妈妈 一个好妈妈 一个坏妈妈 你现在是好妈妈还是坏妈妈 我觉得我 我好像坏妈妈的时候更多一些 因为就是家里面有一宠子 我得给她立规矩 就是她现在到立规矩的时候 你要如果都不立规矩 都宠她的话 那这孩子以后就完蛋了 所以你得让她知道 所以我现在就扮演那个坏人 她又觉得我妈妈老说她 再加上我还老出差工作 对 这完全就是一个坏妈妈 我们家根本没俩妈妈 就一个妈妈 所以我想问问那个雨贝的妈妈 就是你听女儿这么说 两个妈妈 一个好妈妈 一个坏妈妈 你什么感受啊 我认为吧 这个好妈妈 坏妈妈 其实是她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我对她挺好的 那当然 我觉得其实我只要让孩子知道 不管什么样的妈妈 都是爱她的就好了 妈妈有的时候会严厉 有的时候会温柔 但不管什么时刻的妈妈 内心对孩子那种爱 都是没有办法去掩饰的 我想这一点 其实雨贝也感受得到 对吗 如果要让你对妈妈说一句 内心最想说的话 你想说什么 妈妈 我爱你 简单的五个字 我想囊括了雨贝 作为一个小女孩心中 对妈妈所有最真挚的感情 我听说今天雨贝 还给妈妈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是不是 是要给我们唱首歌吗 嗯 而且这歌名也跟妈妈有关 我是妈妈写的诗 来 一起来听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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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 戴上 写走路 写我做游戏 把游爱全部卸进 我心里 我爱你 是你让我心里美丽 你的快乐 是我的快乐 你的幸福 就是我的幸福 我的幸福 谢谢宇贝 唱得真好听 我看到在场下坐着的妈妈 眼里泛泪花了 因为之前孩子比较小 唱的歌曲都是 小猫小狗之类的 然后现在突然唱着这么一首 特别感人的歌 然后我心里面现在 想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想让她出生 然后学走路的那会儿的模样 转眼就这么大了 宝贝 我爱你 这个时候是好妈妈的样子 还是坏妈妈的样子呀 好妈妈 其实妈妈一直都是好妈妈的样子 虽然妈妈一会儿特别严肃 特别啰嗦 动不动就发脾气 一会儿温柔又和蔼 能陪我上天下海 我爱妈妈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妈妈爱我就像海里的水那么多 我们家庭呢 就是严父严母 可能是因为我们家全是男孩 好几个秃小子 我们那个大家属院 天天就听我妈的嗓门特别大 回来吃饭就成为张扬的 但后来她中年以后呢 她也在反思 在修炼 她变成了一个慈母 说话越来越温柔了 也知道跟子女之间怎么相处了 其实每个人都在成长 孩子在成长 父母也在不断地完善 修正自己 也在成长 这是我刚才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么你今天的表达非常的好 你这么小小的年龄 是特别有能量的 那个声音穿透力很强 很有底气 一般说的这个单甜气 包括声音的贯通 在这么小的年龄很难做到 但是她一张嘴刚才那个唱歌 就觉得底气很足 对对对 将来你自己要对作品的理解 更加地深刻 你才能成为一个读句魅力的朗读者 老师送给你四朵小红花 你的这个名字叫鱼背 鱼啊 当它读第四声的时候 它是动词 降下的意思 你呢就是刘家 降下来的宝贝啊 那么确实让我感受到 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魅力 我是非常高兴地给你五朵小红花 雨晨哥哥想告诉你啊 不管是好妈妈也好 或者是坏妈妈也好 妈妈对你的感觉啊 永远都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爱 好不好 也希望以后你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也多爱妈妈一点 好吗 那今天雨晨哥哥也给你五个小红花 加油 我特别喜欢她 我觉得她一开始那个朗诵啊 就是一上来那个 告诉你一个秘密 就一下她那个台风就 我觉得很大方 很大气 对 她熟悉舞台 对对 然后后面的演唱呢 又是非常的自然 而且有用声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它是很有技巧性的 好 我送给你多多小红花 今天我们的雨晨一共得到了 十九朵小红花 我们都说有一种爱 它可以用尽一生去呵护你 有一种爱 它可以用自己的容颜 去换你的成长 它甚至可以用拐杖 支撑起你的援引 我们总是亲切地 把这一份伟大的爱 称之为母爱 谢谢雨晨的妈妈 对她的陪伴和培养 我们也祝愿全天下 所有的母亲们 一生幸福安康 再次谢谢我们的雨晨 我们来认识一下 下一位少年朗读者 请看她的介绍短片 当我来到这个世界 刚睁开眼 就有一个人不停地亲我 呼唤着我 当我一个月大的时候 它带着我好奇地观察着 午后慵懒的猫咪 当我一岁的时候 它带着我荡秋千 坐着木马旋转 当我三岁的时候 它带着我看到大海上 升起的第一轮太阳 你猜她是谁 今天我就是为她而朗读 通声朗朗 悄悄地 我来了 让我们欢迎少年朗读者 陈灵溪 欢迎她 你好 大家好 我叫陈灵溪 今年七岁 来自武汉 我还特别爱讲笑话 我会讲的笑话 可有一大锣筐呢 那今天准备自己讲 还是在我们现场的 四位评委老师当中 挑一位挑战一下 我挑雨晨哥哥 雨晨哥哥 好 好 你说说干什么笑话 有一天 小明对他爸爸说 爸爸 小华的爸爸游泳游得可好了 你为什么不会游呢 小明的爸爸说 小华的爸爸常吃鱼 爸爸我不常吃鱼 当然不会游泳了 小明说 可是爸爸 你总是吃鸡 那你会下蛋吗 所以雨晨哥哥 笑点也是真低 很可爱 他的笑话 已经让你捧腹大笑了 你有什么笑话 让我们现场的气氛 也活跃一下吗 26个英文字母 ET 就是说那个外星人 ET走了 还剩下几个英文字母 还剩下几个 小朋友们猜一猜 剩下几个 凌夕你猜猜 凌夕你猜猜 走两个 错了 还剩21个 为什么呢 因为ET走了 要开UFO呀 所以他带走了UFO 我好像就现场 突然冷下来了 你怎么不笑呀 林心 我觉得还是我这个 好笑一点 对 人家在场上 怎么就无聊了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你要朗读的 片幕名称 我今天朗读的名字 叫做我的爸爸 我们把舞台交给林心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有一双 一见我就笑的 小小的眼睛 下巴上长着一亲我 又扎人的胡子 还有一对 总差一抱着我的 有力的臂膀 爸爸特别爱我 他除了工作以外 所有的时间 都用来陪伴我 他最喜欢陪我玩 也经常会带着我的好朋友们 一起疯玩 大家都亲切地叫他 孩子王 爸爸还特别爱拍照 他大大的相机里 装满了小小的我 他经常会对这照片里的我 傻笑 还会自言自语地 说着各种傻话 慢慢地 我长大了 可以拿得动相机了 爸爸就开始教我拍照 他会带着我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们一起拍过大海 拍过沙漠 拍过山 拍过树 但是我们最爱拍的 还是彼此 爸爸很勇敢 他就是我心中的黑猫警长 他可以帮我消灭 所有我害怕的小虫子 但有时 他也很胆小 因为他和我一样 怕妈妈 也经常替我受罚 因为爸爸总是带着我做坏事 每当我们做坏事被发现 妈妈总是会惩罚爸爸 还必须让我在旁边看着 看着对着墙面壁的爸爸 我有时会哈哈大笑 可有时 又会心疼得 流很久很久的眼泪 在这里 我特别想告诉爸爸 我爱你爸爸 我更想大声地告诉所有人 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更口语化 像生活中 我们之间的对话 这样就觉得更加的自然 真切了 谢谢詹老师的点题 通过你的文章 我能感受到你对生活 观察得很细致 他把他的爸爸写得活灵活现 很有生活的趣味 我的周围的同事里面 有好多健康结构是这样的 孩子是唐僧 妈妈呢 是这个孙悟空 又有什么事 唐僧经常说 孙悟空 过来帮我 我把这个事件处理一下 爸爸是什么呢 是 有事没事 基本看不着呢 然后呢 但是你们家的情况 不一样 你爸爸是把过来成什么呢 成武功了 你说说我的感受对不对 对 是这样是吧 那葛老师也有感触 我觉得他们家模式不一样 是的 是的 家的模式不一样 您在家里是二师兄那个人物 基本上是这样吧 所以说经常遭受到 伍子批评 那你刚才在讲的时候 我又看后面的大屏幕上 放了十月多多 你跟爸爸在一块的这个照片 我想问一下 你平常是不是跟爸爸 待一块的时间比较长 爸爸常带你出去玩吗 是的呀 那爸爸不用上班吗 爸爸上班呀 我爸爸是建筑师 就是他的时间比较自由 建筑师啊 那爸爸今天来到现场了吗 来到了 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林熙的爸爸 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林熙爸爸您好 其实好像我们刚才 都有一个同样的疑虑 您又能赚钱养家 还能在家里花大量的时间 陪伴林熙的成长 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其实这样的 我的工作任务呢 也还是比较重的 只是呢 我个人觉得和家人在一起 和孩子的一起陪伴 这个可能我觉得比较重要一点 而且呢 我同事都知道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应酬的人 所以一般有这种情况呢 他们都会帮我去一下 因为我害怕 如果是一天天地长大之后 以后就没有更多的时间 来陪伴孩子 而且呢 我也很害怕一点 就是等他长大了 我在想跟他像这样 小时候这样亲密 这样陪伴他 他会慢慢地离我疏远了 所以我就这样想的 太好了 林熙爸爸鼓掌 林熙爸爸的话 确实对我们很有启发 一般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 就觉得男人嘛 要做大事 要阻碍 家庭的事都是最琐碎的小事 其实呢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赚钱和陪伴家人 是不矛盾的 我在上个礼拜呢 我到医院去陪我父亲 我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 他年轻的时候 其实跟我们家人 在一起的机会特别少 一直在外边去忙 所谓他的大事情 因为他也是一位领导 现在呢 我看着他在轮椅上的背影 我特别想跟他说 但是又不知道从哪一句 说起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表达 我们俩就是背对背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生中的遗憾 我记得有一个作品写的 我要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亲人在一起 没有做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是我们在一起双目相对 在一起地一个水果 聊一会儿天 那也是最美妙的 不是浪费时光 也不是虚度时光 我特别羡慕 林熙有这样一个好爸爸 他可能有他的视野 但是他把他的内心 全部放在了你身上 陪你度过了这么多美好的时光 多么的幸福 多么快乐呀 有一句话叫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我相信这句话 不仅可以用在恋人爱情身上 用在林熙爸爸 对林熙的陪伴上 也同样是一种最好的疼爱 听完这个林熙 讲的这个 他们家的这个小故事之后呢 我为妈妈有点鸣不平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啊 妈妈立的规矩 都是为你好的是不是 但是呢 爸爸总带你去破坏这些规矩 那你妈妈多生气啊 我之前是听 林熙的爸爸跟我们导演说 林熙特别爱吃冰淇淋 但是妈妈呢就不让吃 但爸爸呢 疼女儿就给吃了 结果后来嗓子不好了是吗 那你当时心里想什么呢 生气 生谁的气啊 爸爸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他带我吃冰淇淋 吃多了 你看 妈妈立的规矩还是有用的吧 妈妈不让吃冰淇淋 是因为你咳嗽 咳嗽就不能吃 那我还好奇啊 为什么就是说犯了错 我都让爸爸罚站 然后你看着 家里有这个规矩吗 家里啊 妈妈是不是老罚站爸爸呀 也不是的 也不是 我发现了 林熙为什么有点吞吞吐吐 不敢说呢 因为其实林熙的妈妈 也在我们节目的录制现场 妈妈在哪儿 所以不敢乱说话 是的 就是因为妈妈在现场 我有点怕她 妈 林熙妈妈 你好 家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规矩啊 真的罚站吗 妈妈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其实她们俩是 谢谢 终于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来 广报之后 为什么要他们罚站 为什么要爸爸罚站呢 我在想啊 怎么样惩罚一个人 让他最有效 我觉得惩罚他最心爱的人 或者他最在意的人 他就心疼啊 他的心特别疼啊 就起效果了 有技巧 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里的 一点小乐趣 用这样的方法呢 会让孩子记住 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 他的印象会比较深刻 所以爸爸也会 经常会配合 再一个呢 就希望培养一下 孩子的这个责任心 这个其实是我们 最在意的 妈妈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其实她们俩是 谢谢 终于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爸爸配合着呢 看她使得苦肉计 对 其实 能看得出来 这么一分析就知道 其实在家里面 经常管灵机的 一定是妈妈 然后爸爸之所以 能够这么博得 你的欢心 是因为 就有很多事情 爸爸可能就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所以你是不是 就更喜欢爸爸一些 因为爸爸 没有管得那么细致 其实也不是的 我觉得嘛 爸爸像阳光一样 温暖了我 妈妈像雨水一样 滋润了我 他教会了我很多道理 比如 多去学习别人的优点 少去计较别人的缺点 所以爸爸妈妈我都爱 特别好 那我想问问灵溪的爸爸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 特别宠溺女儿的那种爸爸吗 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宠溺吧 起码我们对孩子没有利害 而且呢 在那个原则问题上 我和妈妈还是站在 一条战线上的 而且呢 我个人觉得 偶尔破坏一下 小小的规则 可以让孩子感觉到更快乐 它更有愉悦感 我们觉得这样呢 对孩子的身心成长 是有点好处的 其实爸爸也不是 无底线的溺爱孩子 您的心里有感秤 马上四位评委老师 就要给他送上小红花了 孩子这么信赖你 您给他一点鼓励吧 宝宝 你应该是可以更自信的 可以更从容的 加油 有爸爸给你鼓劲呢 刚才我看你爸爸叫你说 宝宝 现在我想问爸爸 这个叫宝宝 你想叫得多大 叫得他二十岁 四十岁 六十岁 还是永远都叫 我希望能一直这样 叫他宝贝 谢谢 张老师送给你 四朵小红花 灵溪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就是她有一个 严母慈父 这样说 也为你的爸爸妈妈点赞 然后因为他们为你 付出了很多 我送给你四朵小红花 谢谢张老师 我看见你从头到尾 站在舞台上面的 你的这个姿态 和你的这个表情 我觉得是充满自信的 所以今天呢 宝宝哥哥给你 五个小红花 给你鼓励一下 希望你加油 好吗 谢谢宝宝哥哥 你把你的父亲 比如说阳光 把你母亲比如说雨露 是吧 我个人觉得 你的父亲 和你母亲当中的一个 要扮演阳光雨露 另一个要扮演什么呢 双风力雪 这样的时候 你的生命力 才会周而复始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会着着成长 以示鼓励 我给你五个小红花 哇 谢谢 谢谢葛老师 那我们今天 灵溪得到的四位 评委老师的小红花总数 一共是十八朵 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盛开的花期 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也是不可逆的 今天在灵溪父母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陪伴的力量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灵溪 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之下 健康快乐地成长 谢谢 谢谢我们青岁的陈灵溪 好了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今天的三位 少年朗读者的朗诵 已经全部结束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同声朗朗的官方微博 微信 参与互动 投票选出 您心中最喜爱的 少年朗读者 谢谢大家 同声朗朗 下期再见 谢谢